大家好,我是小薇老师 这一张呢,我们继续看一下菜单的这个模块 菜单的模块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菜单啊 对应这条数据 那么呢,它的这个UIL 我们看一下,是这个页面 我们找到这个页面呢 Menu Menu List 这个页面呢,主要对应了一个菜单数的一个Table 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菜单数的一个Table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右上角的一个添加按钮 这个添加按钮 还有下面的一个Table 首先这个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是gquire.table.js 上面呢,都是一些我们之前讲过的JS 大家这里注意看一个什么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Permission.js Permission.js 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呢,主要是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返回当前登录用户所拥有的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应用户中心的 当前登录用户 当前登录用户 当前登录用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返回这个Login App user呢 其实是有全线信息的 就这个用户所拥有的权限呢 也是在这个对象里面的 那么呢 我们呢 我们呢 就把这个数据呢 返回了 当然 大家看啊 我们这里还有一段逻辑机交验 有一个循环的什么呢 一个判断 那这个判断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的下一张再讲 我们这张呢 先看一下彩蛋的这个渲染 主要看一下这个js 这里呢 刚才也说的 用到了这个tretable 关于tretable呢 怎么用呢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 网上搜一下 这个资料也挺多 这里呢 有一个initmenulist 就对应了这块 我们定义的这个function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function呢 其实也是调了一个什么呢 API-B 这个是管理后台的一个接口 API-B 它是查询 所有的菜单的一个接口 查询所有菜单 那么呢 我们这块呢 其实是有一个service的方法的 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返回了所有的菜单数据 并且根据我们设置这个soft呢 做了一个排序 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你的菜单啊 它是有一个层次关系的 就是呢 有负子类关系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呢 也是给它做了一个地规的一个方法 大家看这个地规有三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是parent id 一个呢 是所有的菜单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这里 扭出来的一个 真正返回结果的一个list 我们每次便利呢 都会把这个数据呢 往这个 我们扭出来这个list里面呢 添加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呢 便利每次呢 都是去便利这个所有的菜单 看它的元素呢 里面的pyron id 是不是跟我传入这个id相同 如果相同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加入进去 然后呢 同时呢 再做一次便利 再把这个a的id呢 作为pyron id 给它做一次便利 这样d归下来呢 它这个顺序呢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呢 pyron id是0 那么这一次 做一次便利的时候呢 其实呢 都是把pyron id等于0的呢 给它加入进来了 是吧 其实就是说 先把这个 比如第一次把系统设置 给它添加进来 那系统设置呢 又作为pyron id呢 给它再做一个便利 那就是在看 谁的pyron id等于1 那这时候呢 就把这个 菜单 角色和权限呢 加入进来了 便利完成之后呢 再轮到了这个用户管理 这块呢 大家可以自己的 自己根一下代码 去认真地想一下 拿到了这个菜单列表的数据之后啊 这里也是做了一个 拼装js的一个 拼装itml的一个操作 只是拼装了一些tr和td 把这个名称啊 把这个名称啊 还有菜单id 还有它这个 链接 排序 显示出来 最后操作栏啊 大家看一下 操作栏啊 那么呢 修改 修改 修改呢 其实也是对应了一个跳转的链接的 我们点击之后 跳转到一个链接里面 跳转到一个页面里面 那么删除呢 一点 出来一个确认框 在点确定的时候呢 这其实掉了一个 jess 那关于修改和删除这块呢 我们也是下一张再讲 下面呢 我们来先看一下添加 添加 添加菜单 点击添加 点击添加呢 其实对应了 这块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其实就有一个onclick 这里呢 写了一个跳转 它跳转到了添加menu的这个页面里面去了 这个页面呢 大家看啊 首先有个上级菜单 上级菜单呢 我们这里呢 就把所有的一级菜单呢 查询了出来 做了一个select 这里有个初始化一级菜单的一个jess 一个faction 这个faction呢 这个faction呢 在这块 我们把它封装到这个z3-menu.js里面去了 这块 这块 它对应了什么呢 其实也是 同样的接口 就是把所有菜单查出来 然后呢 我们经营了一个 过滤 看piringid 是不是零 如果是零呢 就给它添加进去 这个呢 我们只是显示了 一级菜单 下面呢 都是一些简单的输入框了 就是我们自定义的菜单名称啊 菜单的链接啊 排序啊 大家注意看这块 我们这里有一个样式 样式呢 我们这里看一下圆码 我们定义一个button 这里呢 给它隐藏了一个什么呢 隐藏了一个import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执行的这块逻辑 它打开了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就是一个图标的一个页面 都是一些图标 我们来看最下面 最下面我们写了一个 对这个图标呢 做了一个点击实践 我们把它这个解析出来 把它这个图标的css呢 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呢 最后呢 把这个真正的css呢 再回传到添加 彩蛋的这个页面里面去 就是添加到这块去 和这块 这块只是做一个显示 这一块呢 是真正它的值 大家看 这有个idcss 当然呢 这个add manual的atml 相对于这个icon的atml 它是一个副页面 所以我们呢 我们要带上这个parent.2 给它设置值 还有呢 设置这个图标 这个最后这个呢 是把这个弹出页面了 给它做一个关闭 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小汽车 选择完成之后呢 给它做这个关闭 比如我们来点这个小炸弹 就这块 我们的添加逻辑呢 也很简单 前面呢 就是做一个校验 那这个校验呢 大家可以看啊 只要对应这块 菜单的名是不是可以为空 还有这个排序呢 还有这个排序呢 是不是可以为空 走到这块 如果都降业通过了的话 我们有个post的接口呢 给它发生到了什么呢 保存菜单的接口 这里 同样呢 这个也是表单的一个序列化的数据 这里给它转一下 添加成功之后呢 再给它跳转到 菜单列表的一个界面 那么修改啊 修改菜单 其实也一样了啊 逻辑都一样 修改菜单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这个渲染菜单列表的时候啊 这里有个update menu 里面给它拼了一个什么呢 菜单的ID 所以呢 我们进入了这个 修改菜单的时候呀 我们可以什么呢 这块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ID 那这个方法到之前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gq.js里面呢 封装了一个 获取URL里面参数的一个 参数值的一个方法 获取了菜单ID之后啊 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 获取了这个菜单对象了 就可以呢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最终的值呢 给它设置上了 当然这块也存在了一个 初始化上级菜单的这个 一个模块 最终点击修改的时候呢 这里呢 同样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po的接口 对应到了哪个呢 修改菜单 这块 po的接口 修改成功之后呢 同样给它跳软到菜单列表里面去 修改啊 其实比新增多的是哪一块呢 多的那一块呢 其实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对每个元素呢 设置一个ID 还有呢 可能就是你进入页面之后啊 可能要对这个数据呢 做一个初始化的展示 主要这一块 菜单这块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